1971年出生于香港的郑嘉瑜 大家可能现在对这个名字很陌生 在1995年郑嘉瑜出演电影《流浪舞台》 正式探索演艺圈 他在2000年的古装剧《怀孕公主》中主演《怀孕公主》 这个世纪《怀孕公主》后又一部火遍2R3D的电视剧 由于《怀孕公主》和《先机播放》的《怀孕公主》 无论是剧情还是人物都很相似 因此人们对两个剧的主角肯定会进行比较 有一次在发布会上 性格指手的他称赵薇的走红 是因为琼瑶写的剧本太好 完全是靠运气 如果太来言肯定比赵薇还要红 当年郑嘉瑜在拍摄《怀孕公主》时 和男主角孙耀薇日景生情 但是在相恋一年后 孙耀薇单方面告知分手 此后郑嘉瑜便患上了抑郁症 然而服不双治 过不担心 在遭受失恋打击的郑嘉瑜 被告知母亲患上了肺癌 孝顺的他在巅峰时期选择吸引照顾母亲 2013年郑嘉瑜的母亲去世 为原妈妈的遗愿他选择付出拍戏 然而付出的他已经风光不在 而当年那个在观众心中 刁满可爱的怀孕公主 已经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 如今46岁的郑嘉瑜沦为跑龙套 当年看清赵薇的他 如今影坛地位 与赵薇已经不能在同日而语了 真是30年河东 30年河西 自己保重吧 字幕志愿者 oczywiści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